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的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些關於區議員宣誓的事情 文傑認為今次的區議員宣誓是比較寬鬆 是過於寬鬆 什麼人都過了骨 所以我就覺得有一點不滿 不滿的時間就不滿什麼人呢 一些支持港獨的人士都可以過了骨 一些創立那個叫做老爸找兒子 你不知道 兒子找老爸老母的群組的創辦人 就是網傳 是不是 還有連登的創辦人 鑽起人底的人士 都過了骨宣誓 還想著想做這個立法會議員 不是吧 文傑說 為什麼是這麼寬鬆的 然後有一些一直都是支持港獨的人士 居然宣誓過了骨 有些暗瓦底支持港獨的人士 反國安法的人士 全部都過了骨 是不是政府又繼續不作為呢 少看一眼就 待會就跟大家說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想跟大家說 有一個人 就叫做 劉卓宇 這個劉卓宇是什麼人來的呢 這個劉卓宇就是公關 他自己開了一間公關公司 自己做了CEO 他的阿嫂就是 2018年九龍巴士調整工潮裡面發起的 月薪車長大聯盟的主席葉慧林 這個葉慧林當時也用了劉卓宇當時做公關 當時已經是幫了很多的 就是搞一些工潮的人士 就去搞死棍 真的是不是 然後呢 他就去到2019年 反修例暴動之後 突然之間出了來從政 他接受《立場新聞》 和《蘋果日報》的訪問的時候 就說他本身沒有打算參選的 但是呢 就搞搞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又走出來參選 又說什麼元朗721等等 又激發起他 KickCard的事情 當時呢 他就43歲的年齡 就是以一個都相當高票的當選 不過呢 在那個時代 所有人基本上都是高票當選的 那些是黃黑那些 這個人本身沒有想過做區議員的人士 做完區議員之後 還想著去做這個在9月6日的時間 出了一些報導 還想著做這個中誠反對派 他講就是這樣說 但是這個人做了什麼事呢 原來 網傳一些資料就是 他這個人就是 斯文和官製骨骨 就是網傳資料說 你不要看他斯文和官製骨骨 不要玩啦 斯文和官製骨骨 怎麼可以用在這個人的身上 一點都不覺得 原來他就是 是老豆、韻仔和連登的創辦人 老豆、韻仔和連登的創辦人 大哥 你不是給他過吧 他專門起人底 但是他在上個宣誓日 即10月8日 星期五的時間 他居然通過了宣誓 在DQ名單裡面 居然是沒有他份 但是他是一隻超級大蟑螂 超級大黃絲 還要是當時 有很多的起低群組裡面 原來都是由他去負責的 連登裡面的東西 原來都是由他去負責的 徐英文局長 怎麼做事啊 但不要緊 我們讓你補救 不如現在 你把他放下 你用個時間把他放下 這樣 大家就算了 如果不是的話 是否令人覺得 是否少看一眼 就是 我們的政府 又會繼續 不作為下去呢 這樣 這樣 是否看少一會 就已經可以了 還是 口說 說要 做忠誠反對派 你就讓他做呢 這樣 我覺得不行的 所以就是希望 我們民政事務 說 監製那邊 或者是我們的特首 林鄭月娥 真的要做多一點點 這些流亡之宅 是真的要DQ回他們 然後文傑再想說 不止一個人 是有很多人都沒有被DQ 例如服務大埔區的一個人 就叫做劉勇威 有一件事 他就在早前發了一個聲明 就是說 堅定目標 35家全力支持素人團隊 他就說 就是要改變立法會 讓他們再次確認 立法會是需要新的力量 要帶來改變 所以 他們 他自己 發了這個聲明 就說 要全力支持他的年輕素人團隊 就是支持誰呢 就是 劉詠康 然後 他更加在那裏 就踢了一件事 就叫做 破局重光 這件事不是說到 然後 在國安法的消息下 他們 就是這個人 他自己 劉勇威 就在大埔區區議會 2020年第3次特別會議裡面 他就說 他出席了大埔區議會 除了全體要求撤回港版國安法 還通過了以下的臨時動議 要求成立香港公民議政平台 是他說的 劉勇威說的 然後 他們還要說 本會議決 副權本會議員 其職已經民主程序得授權於選民者 聯合本港另17區議員 成立香港公民議政平台 走到香港之間的問題和民共的 什麼 與民共議 他那些中文 我不知道 讀中文系列 不知道做什麼老師 但是中文很激 跟著就說 以反映香港人的真實意願 以謀求香港人的共同福祉 這樣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就是35家初選的一個 那個的組織 發起組織 民主動力的其中一個委員來的 還要是一個核心的委員來的 所以 喂 大哥 這個人這樣 你都不DQ他? 不是吧 當然不止一個 大埔區 還有一個人 就叫做姚君豪 這個姚君豪 其實 可能是有法官去幫助他的 什麼意思呢 姚君豪和文念志 文念志 是涉及同一宗案件裡面 在同一宗案件裡面 文念志 認罪 但是被判四個月 因為多過三個月 而 可以是撤銷了他的議員資格 但是 不認罪的姚君豪 居然 居然是判了剛剛三個月 沒有多一天 所以 所以 沒有得直接DQ他 為什麼 同一宗案件裡面 認罪的要判四個月 不認罪的要判三個月 只是 所以 令姚君豪 是不能直接DQ 而他的宣傳物品 全部 一樣 一概 很久以前也是一概 有什麼榮光之類的東西 這樣也過了骨 一直 他繼續支持著這些什麼六四的活動 這樣也過了骨 在黑暴的時間 他完全在參與其中 為什麼會這樣也過了骨架? 什麼事情? 在2020年的時間 他在街站裡面 他自己一個Facebook的帖文就說 國安法即將殺到 是今天的黃昏 他就說找了幾個大埔區區議員 就一起在一田橋派發傳單 講述國安法的禍害 擺明是抹黑我們的國安法 在六四集會的時間 他還要出席 那些燭光籌款集會 是要籌款的 要繼續搞這樣的集會 接著在黑暴期間 他拿著豬嘴 然後就是撞了 這個叫做 什麼什麼 穿了龜背 什麼議員監察的東西 扮議員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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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去在暴動現場那裡走來 走去逃避 刑責 這些人 都可以叫做 過得骨 在他今年的時間那裡 他那些輝春 是五福臨門 一團和氣 光 風 不知什麼齊喻 時內運轉 加起來 床頭屍 上面是些什麼 五一光是 根本上都是這些的口號 那所以 就是 為什麼可以讓他 這樣都過了骨呢 我覺得 是毫無道理 所以 我們的政府可不可以 不要那麼不作為呢 應該要自己主動多些 敢於承擔多些 將這班的區議員全部DQ呢 還有一些已經被DQ的區議員 都是大埔區的 我喜歡說他們 涉及到一些案件的區議員 可能又會再被判 那是什麼事呢 就是在2019年11月2日的時間 有128名的民主派 就是泛民主派 泛部派區議員的候選人 就在 維園那裡舉行集會 集會很快被警方腰斬 而 現任的區議員 鄭仲恒 還有兩名的前區議員 文念哲 還有是機場阿叔 陳真哲 是當日 阻止警方去驅趕示威者 而被控一項的阻差辦公罪 在10月1日的時間 去到東區裁判法院 投入第5日的聆訊 控方早前 突然之間申請 傳召多兩名的與控罪不實 又說 說控罪不實 負責 拘捕兩名被告的 警員作供 就說 當時被捕的情況 作證各人對警方的不合作 等等引來辯方的反對 認為開審之後才擴大一個檢控範圍 造成不光 其實不關事 律政司研究到 他還有犯這條罪 剛剛叮一聲 一樣可以告 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暫時 還沒有共識的控面雙方 所以 這個案件 會押後至11月22日 再提堂 而這個機場阿松 會不會是 叫做被人 可以 坐牢呢 這樣 以文潔看他的相頭 當然他都會懸學的 他是 文潔懸學那邊的私底 文念志就是 文潔中學的私底 兩個我都熟 文念志就坐了 機場阿松 我看他的樣子 九成九都要坐 九成九都要坐 不是開玩笑 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麼三名的被告依次序 文念志31歲 陳振哲49歲 和鄭仲恆32歲 文念志31歲 但是他是我私底來的 31歲 OKOKOK OK原來 差不多大 OK 沒問題 沒問題 這些東西 OK 然後他就被控 在2019年11月2日的時間 在維多尼亞公園的8號集外面 就是故意阻留一個高級督察18506和女督察 魏彩恩和警司張志偉 文念志另外就承認在當日 即是同月同日的同地點 就是無牌持有一部的 無線電收發器 文念志已經是叫做坐了 所以就這件事文念志來講被判了四個月 但是問題是 這個陳振哲要不要坐呢 那麼我覺得陳振哲都是需要坐的了 那麼這宗案件 原本在今年年初開審的 但是在裁判官張志偉開審之前 在說控方的控罪不夠清晰 涉案的警員達到22名 但是沒有詳細的列明 就是受阻的警員名單 也都沒有說明 每位 被告實質的阻礙等等 令到控方 即是施令施責控方 搖擺不定 浪費不必要的時間 披露工作不完善等等 然後就罵控方 罵完控方之後 就把控方 去到五月份的時候 修改了控罪 只有警員三個人 但是因為有作工的警司 需要去到海外 公關和出席課程 所以 延遲這個審訊 去到這個月才開始 其實都令到我有點擔心 因為裁判官的 裁判官的施責 令到我有點擔心 裁判官 會不會 不太喜歡警方呢 我希望 我也深信 我們的司法 是 公整的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律政司 是一定會上訴的 我覺得 鄭仲衡 文廉哲 陳真哲 一定是要坐牢 才可以 得到他應有的 一個懲罰 當然了 坐牢 也要看他坐多久 希望他們坐得越久就越好 否則的話 我相信 那些刑罰 是未必足夠的 還有 不能夠令到他們深切反省 他們做錯了什麼措施 甚至乎 要在監獄裏面 教育他們 讓他們自己知道 他們自己是個中國人 不要再幫一些 反中亂的份子 要重新洗腦 重新教育 不過可能 他們的腦袋實在洗腦也不停 所以就希望 除了這些DQ的名單人士之外 希望我們的政府 不要再經常都不作為 就要多些 主動去承擔一些責任 起碼要將一些 真的反中亂港 或者有機會反中亂港的議員 先DQ了 不要想那麼多 可不可以承擔了這個責任 他好嗎 好了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贊好留言 訂閱民意 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按下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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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